大家好,我是富岳老师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产品 我手里这个,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东西 一个石头的,中间有一个洞 这东西很沉 高度有个十七八公分 宽度有个十五六公分 这么一个圆柱体 表面很粗糙 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什么东西 知道的可以打个弹幕 大家不要被这个中间的木头迷惑了 这个木头是归他的 我一直把这个东西当成笔筒 已经用了二十多年了 这是我二零零一年 从北京北面的长城下面的白马关 村子里面找到的 当时是去白马关玩 然后在老乡家的院子里面发现了这个东西 我就要来了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东西啊 叫石雷 我们以前看武侠片啊 看那些老的 介绍老的电影什么 都有这个滚木雷石 雷石呢 是从长城上往下扔 利用重力砸人用的 那这个东西呢 是石雷 它这里面是装的是火药 是明带的东西 装火药 然后呢 里面上面拿那个泥 把它护住 护住之后有一个引信 剪着之后把它扔下去 在七级光的练冥记要里面 写过这个东西 说从长城上扔下去之后呢 它没砸到人 所以人对它的注意力就不会太大 但是突然间它爆炸呢 就会造成很大的撒伤力 这个东西现在从石雷的发现来看呢 从明早期就有 从朱元璋徐达绣的长城那段遗迹里面就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应该是明早期就已经有了这种火气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手榴弹 我一直都拿它当笔筒啊 很火爆的一个笔筒 一会儿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 好 今天的分享就这样 谢谢大家